接下来进到行销核心定位的 列出你该做的事情 好 我们上面讲到啊 你要列出你的关键字 然后去想一下哪些事情该做 我们刚刚是用个人当举例 接下来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是企业的话 那我就一样用我的企业当举例 那像我的企业叫规划行销 因为成人成为家话 你会有一句slogan 但这个slogan不是叫消费者介绍的 很多人都会把slogan 变成说消费者会说的一句话 我先说不对 消费者会说的话 不可能是很凹口的 不可能是很难的 它就是很平庸的 举例来说 我举一些例子 像有一些客户他会写好吃 好 那你讲好吃 我觉得OK啦 其实我会建议 我们一般是建议不要只讲好吃啦 就是你要讲说 你哪里跟别人不一样 哪里有特色 因为我今天在跟朋友介绍的时候 哇这个东西很好吃耶 你应该会有第二句话 哇这个东西很好吃耶 哇 它那个肉松搭上它的饼皮啊 吃起来真的是嚼劲 然后口齿流香 举例来说你会说后面这句话 所以我们要去设计的是 好吃后面的话 所以好 不管你要设计这个话怎么设计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流程 第一个 我们一定会先找出企业的核心嘛 这没有问题 所以我三个关键字 我的企业三个关键字 第一个我的大核心叫做让顾客有感 让顾客有感 意思是说今天我们做的行销 让顾客觉得说真的有跟以前不一样耶 这叫让顾客有感 所以我们就会研究后面的一些行为嘛 譬如说我们今天做出了这个投放广告之后 我们就会跟他讲说我们帮你分析出来哪些客群呢 最会买单 然后你就去投他 后来成效真的变好了 这就是一种要让顾客有感 再过来是 如果你今天要做让顾客有感 再举一些实例 譬如说你今天跟风 让顾客的朋友 举一些之前我们客户的例子 譬如说他的 他的我们有一个客户 然后他的朋友就跟他讲 哇你最近的粉丝团啊 怎么这么活络啊 跟以前不一样 我跟你讲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方式 就是你要让你的业主感觉愉悦 感觉开心 所以有时候感觉开心 但业绩上面的改变这OK嘛 再过来是他的朋友都说 哇你们最近啊 产品真的有一些改变耶 这也是一种让顾客有感 透过他的朋友跟他说最近有改变 这其实是一些小细节啦 那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员工有三件事情 第一个叫学以致用 用以致教 等于说我其实我认为我们公司是一种学习型组织 所以我就要求他们 我今天会找外面的讲师帮你们上课 做企业内训 好你学完之后你一定要干嘛 一定要用 而且我更进阶的是什么 你用完之后要教别人 因为我一直都认为 只有当你在教别人的时候 你才会在脑海中把一些知识梳理的清楚 所以这第一个叫学以致用 用以致教 第二个是员工崇拜彼此 第三个是做累积的事情 那下面三个是有点 比较开玩笑的 我们才会说人生好难 所以我们要 做客户的案件 要做到人至义尽 这样子就功德圆满了 当然比较有趣 那我们再来讲这件事情 我们常常在企业里面会说一个 就是这世界上没有了你 世界依然转动 可是我很喜欢 我自己后来接了下一句话 这世界依然转动 但这件事情可能会因我们而不同 所以人当然没有什么事 就一定要谁做 非谁不可 但是可能就因为我们 而让这件事情而有了不同 那让顾客有感 其实核心概念是什么 在对方的角度思考 哪些对他是重要其破的 像我们最近来协助一个 就是宠物食品的投放 我们跟我们的窗口 就会一直在聊一件事情 说你最近有没有被老板定 被定了什么 哪些地方我要协助你 去让你跟老板更好的报告 更好的介绍 所以我们就会去确认一下 窗口在意的是什么 老板在意的是什么 两边都符合 那当然我们合作就很顺利了 第二个是学以致用 用以致加码 刚刚已经有说到了 学到的东西 然后我会要求大家要做出来 比如说我们这次学到一个新手法 我们就要在客户的这个案件 或是我们自己的案件里面 我们就是自己来去验证 因为所以像我自己有做自己的电商 为什么要做自己的电商 其实就是因为有时候学到一些 这比较新的技巧 我们先在自己的电商里面实作 真的有效 再去用到客户那边 那我觉得这个成效就很好 客户也就 这个我以前没看过 这个很有效 可是会有效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自己已经实测过了 然后所以你重点是怎么样 你学完东西要去用 要去做 最后要输出 再过来是让员工崇拜彼此 因为以前都听说一些公司可能会有内斗的状态 所以我后来就跟我们公司同事讲说 你们每个人都要找到一个专长 然后你就要持续的努力输出 因为我们公司的核心 就是我希望每个员工都是讲师 所以你如果有某一个地方特别厉害 比如说你今天找网 你就是比别人快 比别人好 比别人细心 所以别人就不会去指引你的能力 不会觉得说你怎么领那么多钱 因为你这方面就是比别人厉害 对不对 这叫让员工崇拜彼此 有一个专业 有一个专长比别人厉害 那大家就会互相合作 那让整个事业体再上去 再过来是做累计的事情 举例 今天假设你第一次找网红 你可能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 去收集整理资料跟他对谈 第二次你就要去想说我怎么样变坏 第二个案件进来怎么变坏 我可能花了两天的时间我就可以解决了 比如说第一次花了七天 那如果第二次做优化变四天 再过来一次变两天 哇 这就是你有把做的事情有累积 所以你就会去思考 举例来说下一次找网红 如何更快更好 所以你可以自己做什么 网红资料库 之前合作很好的 我们会把它放在一个地方 下一次其他厂商要合作 先优先选它 因为上次合作成效很好 那如果有合作成效不好的 一样放到黑名单 以后就不会因为它 拖延整体进度于时间 所以这个就是我 把我的关键字列出来 把我的核心列出来 把它变成可以做的事情 再来看一下做的事情 反正每个公司都有它 会要去执行的案件 所以像我们有一些训练类 案件类 课程类 电商类 成就类 我就会把全部都列出来 列完之后会跟 我的员工一起讨论 今年我们要做到什么事情 比如行销讯要定在几时 讲师讯要定在几时 公益讯定在几时 读书会每个月一次 行销部落每个月一次 我们做的案件 后来比较focus 在FB 广告 Google 然后 SEO 之类的 我们教的课程 可能今年有什么样的 调整跟改变 我们自己做的电商 像我们觉得未来的趋势 很多人会问这个 就是做电商未来的趋势 我自己看到的这几个 叫母婴 宠物跟食品 再过来年长者 年长者的市场也是很厉害的 所以母婴我觉得未来 会竞争很激烈 但是大者会很大 贵者很贵 再过来是宠物市场 我最近几个案件 真的是让我有点吓到 投资报酬率都超级高的 宠物食品的部分 再过来是我个人 因为很喜欢吃 所以呢 就是我觉得选品 就是这样子 你自己喜欢 你去选 然后你东西用了之后也真的好 那你在推 推荐它你在行销上面 就更好的出力 那我大概今年也是协助一些客户 协助我的同事们 就是我们来考一些Google认证 FB认证 或是一些Line的认证 那透过这个认证 让它怎么样 在职场上面可以走得更远 走得更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自己 就会这样子来去做 那再过来是我也会自己做自己的城池 所以我今天做文字的记录 我就做SEO 我做图片会放在哪边 做声音 我有录Podcast的 那最近呢要去练习录抖音跟小红书 就是影片记录的部分 所以我四个其实也都有去制作 你看我所教你的不是随便讲讲的 我所教你的都是我们自己做过 而且我觉得很OK的我才会交给你 所以你也 我觉得重点喔 今天听了这么多 重点是你愿不愿意花时间去做 花时间去做 就会有成绩有成效 那我跟大家讲一下文字的部分 我推荐你文字这样子写 我觉得这个方式非常的好 假设你每周啊 像我自己给自己就是每周一篇 然后大概1200字左右 每周一篇1200字左右 然后呢我就用写书的概念来去出它 你今天在写文章 你要做SEO 对不对 那我教你一个方式 你就假设我要写这一个产业的一本书 好 那你可以先去网路上查查看 有没有相关的书籍 它是怎么样去写大纲的 好你就来拿几本书来这样参考 参考完之后 你就是在想你自己的大标题 不要先不要写内容喔 先写标题就好了 那这个标题写完之后 会去跟别人讨论说 欸这个标题你有兴趣吗 好 这个大纲你有兴趣吗 我们再开始往下写 然后写的时候也不用从零 就不用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写 你就是最近有什么议题 最近想到什么 你就要比如说我先写一下 啊我最近有一些游戏话教学 3-3 我就先写一些内容 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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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啦 每个礼拜一篇 一年52篇 那我建议你写50篇就好了 因为就有两周可以休息嘛 那写完之后你可以怎么样 譬如说第二章节 行销的基本功 有这四个 我可以把它集结起来 出成小电子书给别人 好我觉得这个 互相混合用法就很棒 而且他们可以互相连结 做内部导连 好所以如果你想要写文字 我推荐你先假设自己要出书 那最后真的出了也很棒 没有出那也没关系 好反正我们就用这个逻辑去写文章 对你都很有帮助 好再过来是 我们刚刚讲的要做这么多东西 那我后来我自己啦 我自己觉得你要找到你的时间走 要不然全部的东西啊 假设你一下子都很想要全部都做 那对你来说我觉得会有点辛苦 好就等于说你可能全部的事情都压到这三个月 那对你来说可能身体会搞坏 所以我建议你抓出什么 人生的时间走 事业的时间走 家庭的时间走 其实你都要放进去里面 你的人生有该想做的事情 该做的事情放进去 再过来是你的事业放进去 再过来要记得把家庭放进去 要不然很多人齁 只放事业没放家庭 所以像我们朋友玉胜齁 他这话也就是规划他的时间走 他就是每一季每三个月一定会带家人出去外面走走 他就规定自己一定要放假 因为他以前我跟妳讲他就是也是工作狂啊 好就是文案的美的也 创办人他也是 也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 假日都是怎么样 雷打不动的去公司 礼拜六日都去公司 所以他后来就觉得不行 我们要去雇家庭 所以他就把家庭生用列出来 那我觉得这也是很棒的事情 再过来是你要去列出每年 像我自己就规划 每年的五六月 我会去做行销的QA1 9月10月呢 会去做感恩 所以就是 这是我每年的时间走嘛 然后每个月我还要去办 那个行销部落啊 读书会啊 这些活动 每日的时间走 每天可能几天起床啊 去做几点做什么事情啊 就是每日时间走 所以你可以列出你想做的事情 还记得吗 把你的关键字列出来 列完之后列出要做的事情 把它配在时间走里面 所以你如果不知道时间走 有几个可以参考 如果是电商的话 我们有做一个叫做 就叫全活动 党期懒人包 这都有操连机可以连 所以举例来说 现在是6月 端午的日子 然后618大处 你要去规划这些事情 然后怎么样的活动是更OK的 然后再过来是有人去写什么 2022年行销人必备行司令 那所以如果2023了 你是不是也可以去准备 2023要先去准备 先去做这件事情 好 这边很重要一点 叫做建立价值到营收啊 因为我们直接要营收 有时候比较困难 所以我建议大家 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先确认自己的价值观 公司的价值观 我们是一致的 接下来再思考营收的部分 所以我推荐你可以照着我的方式做 如果你今天是做个人的 我们可以怎么样 盘点 今年做哪些值得骄傲的事情 完成哪些工作 因为我觉得 如果你试着盘点这些事情 我觉得很棒 就是你会很有成就感 所以我每年也做这件事情 不管是2019 2020 2021 我大概都有做这件事情 那就会让我觉得 嗯其实我今年也蛮厉害的嘛 我也做了蛮多事情的嘛 OK 所以推荐你也可以做这件事情 每年就固定 我都是固定12月做啦 所以也推荐你 可以每年12月去盘点一下今年 你也可以1月做去年的也没关系 反正固定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每年做 我觉得很棒喔 这个对自己是很好的事情 再过来这是个人嘛 那再过来品牌 你也可以去思考说 照这个逻辑 诶品牌今年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也可以 那像这个啊 是我自己 因为我们自己在经营电商 我们就有规划说 诶 我明年我要去增加1万个新会员 所以平均的成长人数是多少人 每个月多少人 那我APP的人数是占多少 因为大概一半比例 那我要实行几个计划 我就开始列出来 我要实习什么 新课体验盒 每两个月复习 这个会员里下载里 好友推荐广告受众 然后我去做什么事情 就列出来 然后我们就会同事 就会一起讨论说 诶这个我们的核心一不一致 做这件事情是不是OK 你最后就会选择要做什么 所以这样子做下来 我们就 去年算超标 我觉得非常棒 就是说 就是你当有目标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怎么做 你知道什么会影响着他 把它列出来 跟同事一起讨论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 好再过来你可以照着这张表来练习写 你可以去想像 人生 你的人生 你的事业 你的家庭的未来 会长成什么样子 因为很多人都只想着事业 你可以去想想看自己的人生 你想要做到什么事情 譬如说像我自己 像我希望今年 就是我想要去做飞行展 就是我列人生50件想做的事情 所以这样因为后来不能出国了嘛 所以就是今年就是飞行展 然后今年还想要玩SUP 就是那个 就是立反立讲 就是反正在日月潭那边可以这样做这件事情 那这就是我自己会去许下的愿 然后我会带人一起去完成 然后像我前几年的跨年 因为我每年在不同国家 我这两年没有出去 但2020年的时候 那一年的跨年 我其实是去菲律宾学自由潜水 我就觉得很棒啊 我就是觉得说我 因为我会去一个地方 然后我会去观察一个特别的事情 或是特别去那边学一个小小的技术 那我觉得我推荐大家 因为台湾是一个海岛情国家 那两件事情我觉得可以去做 一个是山一个是海嘛 那山的话我觉得爬山很棒 所以有一年的跨年 我也去爬学山 我觉得对我来说印象非常的深刻 教练就一直跟我讲 山一直都在 命只有一条 你要不要上去 因为我爬到第一天的时候 我爬到两公里的时候 我就双脚凑筋了 然后教练就问我要不要放弃 那当时那时候伙伴就说 可以的 我们一起慢慢走上去 OK 所以最后完成了 我就觉得这真的是人生 我觉得该做的事情 那因为台湾的海的资源 也非常的丰沛 所以不管是要去绿岛啊 蘭嶼啊 这些地方 我觉得真的是很漂亮 学了自由潜水 或是你有水费都好 我推荐大家真的可以从 简单一点的从水费开始做 那我是想说 那时候想说 我就想说刚好练勇 就是学自由潜水 去考那个正照 还考AIDA2 AIDA2 我觉得非常不错 也推荐大家做这件事情 好 那我再分享怎么写 就是我想要做什么事情 你的关键成果是什么 譬如说像我今年想要出 有些话的书 我想要减重20公斤 目前已经10公斤了 OK 然后就是会遇到什么问题 你就把它列出来 当然我这比没有全写 我的完整版是写非常多的 就是我遇到的问题 我会写好多 然后你就把你做这件事情 会遇到的困难 全部写下来 接下来你去思考说 遇到这困难 我可以找谁解决 我可以做什么事情 来去解决它 譬如说 我本来像去年想要上TAID 然后后来没有被选到 那后来就 甚至有些TAID就没办了 OK 那疫情没办完 我就自己来做个500人的活动 那线上课程呢 就是一年要去录 两场以上的线上课程 所以像今天也是来这边录制啦 那我们讲一下 你做的事情要确认一下 有下面四件事情 第一个叫做 你有没有建立价值 就是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再过来是消费者 有没有接收到这件事情 再过来是 你有没有持续做这件事情 最后你有没有赚钱 如果你今天做一件事情 你觉得 哇 我有建立价值 传递价值 我也有巩固价值 结果最后没有营收 那我先讲一下 当然你为了爱 去做这件事情很棒 但如果今天做这件事情又有钱 我跟你讲 真的可以走久一点 就是我也推荐大家 你的价值观 或者是你的 你建立的价值 最后其实一定要思考一件事情 如何转换成营收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好 所以最后面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认为现在 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线上 不管是课程还是电商的部分 那线下呢 有实体店啊 或是做一些实体课程 这是我自己的啦 那我也推荐你可以画你自己的 那左边呢 是服务 我称之为用时间换取金钱 所以像我们讲课啊 它就是时间换取金钱 有讲有赚钱 没讲没赚钱 那右边就是产品 像我们录成影音课程 那对我来说我只要录一次 那接下来呢 大家就是就可以无限的看 无限多人的看 可是因为看这件事情 就是像现在你在学这个线上课程 你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所以像我们就会有群组啊 我们会有一些作业啊 然后你如果有交 作业的话 当然也会回应你 然后你如果在群组问问题 大概也会回应你 所以就协助你 所以像我自己就是做电商嘛 为什么要做电商 把产品可复制化 所以因为我们卖人 那个人就是 人的时间就是这么多 可是如果你今天卖产品 因为工厂制造 一次大批量的制造 它的可复制性就很高 那做这种可复制性高的产品的好处就是 你有办法获利很多 左边这边呢 你有办法可能时间单位很高 像我前几天就做一个企业内训 我们一小时啊 现在企业内训开的价钱大概是15000到18000 OK 所以一小时很好赚啊 但是呢 你没有 不是天天都有嘛 OK 所以你的行销顾问或实体客人 不是天天都有 然后你要用时间去换取 像我们这个行业很多那种千万级别的讲师 其实到了四五十岁都转了啦 为什么 因为他没办法像以前一样 一站在台上讲六个小时这件事情 真的是比较 以前体力好 可是年纪大的时候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就要往右边去做嘛 我就要录一些实体 录一些影片的课程啊 做电商的方式啊 给予一些服务啊 或者是工具 所以这个是蛮推荐大家可以思考的 所以我们这个章节在讲什么东西 我们这个章节啊就是其实尝试了 要把你做的事情把它列出来 请你试着列出来 列完之后啊 你就知道要哪些事情先做 哪些事情后做 所以啊 第一个章节 我们行销核心定位的部分 把整个内容总结起来 其实我认为就是接下来的这两张图了 第一个 品牌圈粉的关键是什么 你希望别人看到这个品牌的时候 心里面会产生什么感觉 以及 你的客户会怎么样帮你转介绍 所以今天 会是一个品牌 我们会有几个流程 一开始呢消费者一定是陌生人 接下来呢 会透过接触点 对你有印象 透过这个有信任感 有印象之后 会购买 购买完之后 诶 发现你的价值观跟它非常的一致 然后呢 产品也非常的好 成为铁粉 这时候 你才有品牌 所以其实要做品牌 要做什么事情 举例 你要去做趋势的分析 现在最红的东西是什么 消费者喜欢什么东西 什么样的平台呢 是现在的红利 再过来是我们要写文案 还记得吗 我们有文字 图片 然后文字图片 其实都是为了社群的互动 然后希望更多人看到 我们就要去做广告的采埋 跟其他的品牌的合作 最后要去做成效分析 所以这个章节最后面呢 其实我们要讲第二个概念 叫做你要成立自己的 城池啊 所以透过文字图片声音影片 放在官网部落格这些地方 最后面呢 找到你的累积地 宣传地 收割地 如果这些事情你都懂 第一个章节 应该就是完整了 所以推荐大家 你要去思考的是 我们要铲出什么样的文字 铲出之后要放在哪里 还记得我们这个章节 有讲到铲出的方式 可以用出书的概念来去做 图片的部分 可以用懒人包的概念 声音的部分 我们可以来录Podcast 当广播的概念输出 影片的部分 我们推荐你拍reels 短影片的概念 像最近可能FB的reels IG的reels 都是非常红 那讲简单一点就是短影片 就用30秒左右的影片 去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要重复的沟通的品牌概念 所以这个章节 其实在讲的就是 你的核心定完了 你的行销输出也定完了 接下来就找到地方 累积它 好 这样子就是我们 第一个章节结尾了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在群组 或者是在社团里面 去询问我们 好 记得大家要做作业喔 我们下一个章节见